莫文和痴兒兩個洗完臉 店小儀把酒菜捧進來 痴兒免頭胎拿著又砌又喝酒 莫文還沒喝還沒吃 突然痴兒摸著頭 說頭痛頭暈 莫文一看死了,他中了毒 快點說,你不用急,你中了毒了,我和你運氣排毒 痴兒一聽說,我中了毒嗎?姐姐,我不用怕,我身上有化毒單 莫文一聽,不是吧? 這個痴兒身上還帶著他家傳的珍寶,玉女黑豬單出來 就問,你放在哪裏?在我的胸口裏 姐姐,我不用怕,我摸出來,來,你自己摸吧 莫文趕快伸手,在胸口的貼衣服上摸著摸著 摸著小扁瓷瓶來,然後倒了一顆藥丸,為它吞下去 蛤,這個玉女黑豬單,果然不愧為武林中的稀世珍寶 就把痴兒身上的毒化解了,痴兒現在沒事了,整個站起來 接著問,姐姐,你的酒座為什麼有毒呢? 莫文,嘶,叫他不要出聲,一邊就拔下自己頭上的銀柴 在每一碗菜都嘗嘗一下,銀柴又沒有變化 但是一插進酒裡,那支銀柴立刻變成黑色 這就是很顯然,菜就沒有下毒,只有酒就下毒藥了 莫文又用銀柴在茶裡嘗嘗,都沒有變化 這樣才輕輕對慕容紙說 菜和茶都沒有毒,你儘管吃飽它,然後我們就像中毒一樣 知道嗎?姐姐,我們為什麼要扮成中毒呢? 你不要說,你聽我說就行了,好嗎? 姐姐,我們還喝不喝那些酒? 傻的,你不怕再中毒嗎? 我不怕的,我爸爸說過,只要吃兩顆我們那些黑痰 我們可以繼續喝酒吧,也不用再用你那些材料那裡嘗嘗一下 以後是酒是菜都照喝就是了 莫文本來就不想吃的,但是餵房萬一 他怕有時那支銀柴一時試不到有沒有毒的嘛 比如說,那些賊人在碗邊就下了毒,慢慢滲入菜裡 那些銀柴一時就試不出的嘛 想一下也有道理就說 好,那我吃兩顆吧,你也再多吃兩顆吧 好呀,好呀,這樣就好了 這些酒這麼棒,餵飲就真的浪費了他 他自己吞了兩顆,又被莫文吞了兩顆 然後繼續,劃之你狼吞苦言又吃錯又喝酒 莫文見到那個臭小子喝到酒都沒什麼事了 那就沒事了,自己放心,又喝了一口酒 莫文大聲說,姐姐,這些酒很好喝的 來吧,我和你再喝一杯 這陣莫文發現有人靜靜地摸進來院 似乎是靠近了自己的房門口 莫文在這時候說他喝酒 正好麻醉那些賊人 於是向莫文洗了眼色,用密音入耳之功說 兄弟,我們快點扮成中毒,有人來了 然後才大聲說,兄弟,我喝下這杯 我不能陪你再喝的了 姐姐,那你喝吧,喝吧 莫文暗暗地把酒喝一聲噴到地上 突然說,兄弟,我,哎呀,我頭暈了 一面向莫文洗了眼色,一面架架衣扒一聲,踏低 但是為了觀察那些人進來會怎樣 他就不敢瀑在那裡躲下,是在岸面躲下的地上 而癡就很厲害,馬上就瀑在桌上不動了 隔了一會兒,果然聽到門口,有人輕輕地笑 嘻嘻嘻嘻,喂,他們中毒了,我們進去了 聽到有人說,貴七,不要急著 聽說這條妹釘武功一流,耐力深厚,我們等多一會兒 馬面你放心,這些毒是我特製的迷魂鬚骨散 或許他世上有多高武功,耐力再深厚,吃了下去,不但周身無力 三天三夜都睡不醒,快點吧,我們進去搜出秘笈 遲了,可否讓那些正派的人來到,我們什麼鬼都沒有 喂,貴七,我感到奇怪了,為何那個小妹才躺下 那個小妹才躺下,那個小妹才躺下 我還怕那妹釘弄弄震,我聽說他很狡猾 嘻嘻,那你就不懂了,這就是我們家獨門的迷魂鬚骨散 與眾不同的地方,往往內力深厚的人才躺下 你不進我進了 那個貴七講完,一聲推到門,大步進來 馬面你跟著進來了 莫文就打按摩就躺在那裡 微微張開眼角,瞄了進來的人 見到進來的兩個男人,一個生得其醜 一個臉就靈射長的 不用審了,生得醜的叫鬼七 長臉的叫馬面 鬼七看看房中的情形,很有趣的說 馬面,你看看,兩隻東西都倒閉了 鬼七,他就反了手 馬面首先,他掀了床上的皮肉 草石,鬼七呢 就去拿莫文的行李裡 他把行李裡面的東西全部倒出來 他把燈光一彈就看到 哎,倒了幾本書出來 其中一部的書面寫著西門劍法四個字 即時開心到他的老爸姓什麼都不知道 馬面,秘笈給我找到了,在這裡啊 那個叫馬面衝過去 看看這幾本秘笈,不單有西門劍法 也有折媒手法和綠合掌法 馬面感到,不是吧 那些絕學來得那麼容易 他有一些懷疑就說 喂,鬼七 這麼容易這些世上罕見的寶物都在這裡 會不會假的 那我們再看看,如果沒有,就肯定真的了 說完他兩隻東西又四處去抄了 插插插插,那個鬼七 一眼見到躺在地上的莫文 見到他那塊臉,挺漂亮的 再看看他的胸口,微微在這裡起伏 哈哈,抵他命短了 即時起了色心 他鹹鹹濕濕的馬面 喂,你這條美女漂亮不漂亮啊? 想不想試一下先啊? 誰知道這個話音未落 一到韓光,在燈光下一閃 啊! 鬼七的頭殼本來夠醜 現在一痛更加醜 啪一聲 整個頭掉落地 他的身剛剛掉了 另一個人站起來 一把劍尖,已經砸在馬面的胸口了 哎呀,現在起身這個 正是莫文,抓劍那個 總是莫文 馬面真是害怕啊 你…你…你…你沒有中毒啊? 中毒的人會殺人嗎? 他的毒…難得到我? 你…你…你…你不要殺我啊? 不殺你也行,說 誰會派你來的? 那個馬面還沒回答 突然間門口傳了一個很輕的聲音 說 大搖山、血腥、鬼手刀、 嵌雲山、嵌債主手下的兩個小頭目 鬼面和馬面 他們自然是嵌雲山打法來的 姑娘,還想問嗎? 莫文一側著頭一看 說話是一個年輕的俠士 神態瀟灑就一面嬰氣 少美美正在看著他 不禁就問了 那下誰來的? 他口就這樣問而已 那把劍還捉住馬面的胸口 那個年輕人說一說 在下小勝上官 賤明林 啊,原來華山派的高手 武林中仁稱鐵劍無敵的上官小俠? 不敢 在下只是浪有虛名 那你大概都是為這些秘笈來的嗎? 在下只是求莫姑娘 將這些秘笈送回莫容莊主 你不想要嗎? 莫文想著說說說說說 那把劍尖捉住他很累的 乾脆捉一聲 出手封了馬面的穴位 然後把劍收回到朝鮮說話 這陣子的上官林就說 我華山派自有華山一派的武功絕學 要他做什麼? 你不想要,何必走來? 你等我拿走就好 在下勸莫姑娘 還是密歸原主好些 閣下 但是他們想莫容家的紫竹山莊 永遠不得安寧了吧? 莫姑娘 此話怎說 詩問小俠 這些秘笈 我交回莫容莊主 以後 沒有人去搶他了嗎? 這層姑娘你放心 有我們中原幾大門派的人守住 誰都搶不去 嘻 好笑 那我現在就搶了 莫姑娘 你的意思 就不想送回去嗎? 我這麼辛苦得來的珍寶 話送就送了嗎? 現在是這樣 我當初何必去搶? 莫姑娘 你不送回去 恐怕你今天出不到羅城遠景 是嗎? 就憑小俠那把無敵劍? 單憑在下的劍 當然是擋不到姑娘 但是另有追雲劍 追雲劍? 你是說昆倫派的白女追雲劍女俠 雲中燕? 沒錯 她可以攔住姑娘了吧 是嗎? 我也想見一下 話一未落 有一條身影 好像樂意輕靈的窗口飄了進來 就說 你想試嗎? 現在就可以試了 說話的是一個黑衣黑庫的勁莊少女 年紀和莫文差不多 比她大些 十九二十歲 莫姑娘 英知卓弱的目光流盼 正是武林中 以輕功劍法清絕的白女追雲劍 女俠雲劍 女俠雲中燕 莫文微微笑便說 小女子九雲雲女俠 你輕功劍法兩絕 恨無緣相見 想不到今天 在嶺南這個小小的山城見到 都算你我有幸 莫姑娘 你還是把慕容家的武學絕學交出來 我不會藍在你的 如果我不交 你倆是否聯手上 姑娘如果想比武 我一個人去奉陪 如果你想耍什麼花槍的話 想帶這本書走 輸我們無禮了 就在這一陣子 那個痴兒 不知道什麼時候醒了 突然間 將散在床上的各種武功被吸 噓的聲音滅 一泡泡起大聲的叫 你們有功無功 你們誰都不可以 誰都不准打我 噓 痴兒這樣說 不單是上官林和雲燕感到意外 連莫文也感到意外 我想不到這個痴兒 首先搶好秘笈 大家試著 雲宗燕馬上說 小莊主 還記得我嗎 噓 我記得 你叫雲姨 沒錯 快點 快點把秘笈交給我 莫文說 兄弟 你千萬不要給他 噓 雲姨 我姐姐叫我不要給你 小莊主 你為什麼不聽雲姨的說話 聽她的說話 噓 因為姐姐好嘛 我答應過要聽她說話的 你忘記她搶了你家的武功絕樂嗎 搶什麼呢 現在在我的手上 她什麼時候搶了 雲宗燕一時就沒話說 是啊 現在痴兒話勢都是慕容家的人 現在這些東西在她手上 沒有人搶 她想著就說 那好吧 你看到她 你跟雲姨回去吧 現在就回去嗎 是啊 現在馬上就走 來吧 噓 準備這麼黑 我走啊 路上有老虎 有野獸 你為什麼害怕 有雲姨保護你 瘋 回頭就問莫文了 姐姐 我可不可以跟她走啊 你跟她走也可以 但是你抱著這些需要交給我 姐姐啊 我交給你 那你們是不是 就不打架啊 是不是他們就不打你啊 我有手 我為什麼怕他們打啊 啊 啊 姐姐啊 你千萬不要跟雲姨他們打 行不行啊 兄弟 不打不行啊 除非他們走吧 他瘋子又對雲宗營說 華姨啊 你聽我姐姐說吧 你走好不好啊 不要打我姐姐啊 上官林這陣子就說了 雲女俠 這個小莊主顯然是讓雷妖 用什麼藥迷了本性 莫文是自稱人家說她妖女的 過堂獸媚一樣就說 姓上官的 你的嘴裡面乾淨一點啊 你亂說什麼啊 嘩 你自己做過的事還怕人家說 莫文忍燈啊 撐了一聲 然後把劍拔出來 痴兒嚇了一跳說 姐姐 姐姐 你真的要跟他們打架嗎 兄弟 你不要聽她亂說什麼嗎 我怎麼可以讓她亂說的 他痴兒馬上對上官林就說 你又是的 你不要亂說話了 姐姐什麼時候用什麼藥迷我啊 姐姐對我都不知道多好啊 買新衣服我穿 又買雞雞我食 上官林和雲宗燕被癡 這段說話搞到提笑皆非 早就聽說慕容家出了個白癡 今天看來哎真是真 難怪這麼容易被梵政山的女兒騙了 莫文就說了 兄弟你站在那邊 對了 最好躲到床底 不要給你手上幾本書 叫他們搶了啊 姐姐啊 那他們要來搶怎麼辦 我跟他們打嘛 要不然這樣 那些書給我保管 不行不行不行 姐姐 我怕打架啊 嗯 有有有有 這幾本書 我給姐姐你收藏啊 唉這個癡兒 簡直是不知道自己手中的本本 是武林中那些稀罕之物 個個夢寐以求的東西 又這麼輕易交給了莫文 雲中彥急便說了 你千萬不要給他啊 但是莫文一手戶就把一書搶到過來 三兩下摺在我懷裡邊 網網上觀臨和雲中彥說了 喏 你們見的啦 是慕容家的人自願給我的 不是我搶的 你還有什麼話可說啊 那上官臨哼了才說 哼 她是個癡兒 根本不懂事的 那我們現在在房間裡過招啊 因為在外面院裡過招啊 雲中彥就說了 你不要嚇壞你的癡兒啦 我們在院裡邊 講完的自己走出房間了 你的莫文對慕容智就說 兄弟 你手中已經沒有輸了 誰都不會殺你 你是想跟這位上官臨回家啊 你就跟他回家啦 我不是 我要跟姐姐你 那就隨你啦 莫文講完 一飛身 從窗口跳出的院裡邊 你就雲中彥 祖彥將一把劍掛在手裡說 請 莫文就說 慢著 我想問一下先 我們交手 勝負又如何處置啊 雲中彥就說了 我如果敗在你的劍下 我立刻就走 如果你敗了又如何呢 我敗了嘛 我就乖乖地把慕容智的武功秘笈奉上 好 我們一言為定 莫文就打側眼 看一看 在房間走出來的上官臨一眼 就問雲中彥 你如果敗了你可以走 這個姓上官的他走不走啊 這個上官少俠的事 我做不到主 啊 講來講去 你們想輪流交鋒 不如這樣吧 一起聯手上吧 這個雲中彥一聽 連手上都看我不起 就說 莫姑娘 你太放肆了 看見 講完一招就使出 劍光如臭水 寒氣遁生 直取莫文的天突月 雲中彥一出手 就是靈利的追雲劍 昆倫派的追雲劍 就由追雲長結合上一輩 武林八仙的領藍雙劍的劍法 演變而成 劍法就輕靈飄忽 疾如閃電 不但令人難以觸摸 更加兼陷無比的殺機 一擊就可以拿人的命 被江湖殺手都無謂 劍法更勝一籌 絕無去招 雲中彥一出手 就是殺著 為什麼呢 因為他聽人說 這個邪派的女人武功高深莫測 武林小健 所以一出手 就想制敵在先 各位 正所謂行家就看出手 就知道有沒有惹到 莫文見到雲中彥一出手 就是靈利的招式 心頭都不禁忍然 哎呀 你們兩個都不常下了 武功 打起來也有排打 萬一雲中彥輸了 那個上官林再加起來 都挺惡搞的 因為上官林 就是鐵劍 好 好了 到底這一場打 就肯定是刹爛的了 誰輸誰輸呢 對 對 對 感谢观看